那個檔案 我把剛剛寫好的這個程式貼到雲端上 請各位自行再參考 並且我要複製了一個 把它複製一個開起來 然後我主要是要解決什麼 就是把這個eng.txt這些 資料怎麼樣 讀到串列裡面去 這個動作 所以這裡的話 會需要有讀檔 功能可是問題在Python裡面 怎麼樣讀檔 其實在Python裡面讀檔非常簡單 第一個我先怎麼樣 在那個這個地方 在產生一個空的那個串列在上面 我先讀取那個檔案給各位看 第一個的話你要先產生一個f 這檔案的物件名稱 等於其實它的語法也相當簡單 後面加一個open 括弧之後的話 你就告訴他說那個檔案名稱叫什麼 那我名稱叫eng.txt 後面的話 豆點 你跟他講說 我雙引號跟他講說我要讀 讀的話就是r 寫的話就w 那如果說 你要什麼 你要一直寫寫到後面去的話就append的 其實也是append模式 就一直寫到後面 所以其實你大概記 這個後面 大概就記三種就可以 一個讀嘛 一個寫 那一個寫到後面去 不然的話w的話就一直負寫嘛 負寫的話就變成不會寫到後面去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我們就把這個檔案 他的資料已經讀到f物件裡面了 接下來我需要做什麼呢 我需要把這個f物件裡面 再把裡面的資料讀到哪裡呢 讀到一個字串裡面 s好了 s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f物件 裡面他有個方法叫read 那如果你要讀那一行 有沒有特別說這邊是一行 這邊就一行 所以你就語法叫read like 讀一行 記得小括弧一下 好 這個時候的話就把那一行 幫你讀到這個s裡面 ok 那這個s裡面的話 可是問題來了 這個裡面都豆點嘛 所以我必須怎麼樣 把豆點切開 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個scope裡面去 所以這個scope本來是空的 我就把scope放在這邊 然後後面的話就不是空的 我就直接講 s 點 裡面的話它有一個切割 就是有點像以色列裡面資料剖析 它叫split 這可能要稍微記一下split ok split刮糊 跟它講說 裡面按照豆點幫我把它隔開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我就已經把這個地方做切割了 我試一下 這邊先註解一下 我先run一下 那其實程式就三行 不過這三行還蠻重要的 也蠻常用的 printer 我先把這個串列printer出來好了 printer 把這個結果printer scope裡面資料到底有沒有ok 所以第四行就print了 所以這個稍微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這些其實程式不多 但是將來會蠻常用到 尤其從外部讀檔的話 真的python簡單多了 以前如果用java寫的話 寫好多行還沒寫完 那在python的話 一open 二readlite就讀一行 那以後如果很多行readlite 加s 如果全部讀就read就好了 就不用lite了 就read全部 它讀回來就是會是一個字串 readlite就讀回來是一個串列 這個地方它就讀過來 它會是一個字串 那我就把它切 切有點像資料剖析 按照逗點去切 切開回來的話 它就會是一個串 你要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ok 執行 看一下四行 看一下結果好不好 有沒有發現 它讀出來就這樣 它會幫你把它把這個 這個print 我這邊也是 多print的一個東西 print的什麼 print的s 給各位看一下s是什麼 s裡面就是 那個乘七的字串 有沒有 它就是講這樣 就readlite過來了 它就s裡面就是放這些 那因為我要把它分開來 所以我這邊用一個splitter 用空格就ok了 應該可以看懂吧 但是問題來了 這邊它splitter裡面 它裡面就放的是自串 有沒有單引號 其實我講單引號双引號 拍攝裡面都是自串 ok 那會有個問題 如果要計算的話 加總你就不能用sum 所以底下那個sum 我們假設第一個 我們ok了 第二個的話呢 我就print這個 可以把它delete掉 這不用了 所以基本上 就是一二三三行了 三行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就是 再把剛剛的這些註解 我把它拿掉 如果我要把它完成的話 那其實就怎麼樣 把這些拿掉之後 那我就不用逐個輸入了 因為其實基本上 剛剛逐個輸入這一些怎麼樣 就把它刪掉好了 那這樣的話我就可以 共有幾個學生 然後加總的話 我就不能用 剛剛那個sum的方法 那我用什麼方法 我用剛剛原來的這個for圍圈 而且要多一個什麼 轉型 所以這邊的話加一個int 瓜符有沒有 因為它這邊的話 就是轉型完才能累加嘛 你就不能sub 所以這個可能會是一個點 你要注意一下 其他我們來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這樣就做完了 執行 不用簡易啊 因為裡面沒有負一啊 ok執行 看一下 這樣子就ok了 共有九個學生 所以看一下eng裡面應該就九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個沒錯 然後總分多少 平均多少 最高分就是八分沒錯 最低分五十四分 這樣就ok了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基本上呢 最重要的地方就只有三行 就這三行 ok 所以你會看到 在拍攝裡面獨檔 哇 真的是太方便了 ok 那 所以都不用填路徑嗎 獨檔 因為我們是放旁邊嘛 如果是同樣的路 當然如果未來會有放另外 你就要給路徑 那路徑我們後面會講 你可以是相對路徑 也可以是絕對路徑 ok 所以它目前是放旁邊啦 所以就不用給它那個路徑 那這個所謂的就是相對啦 因為它前面都放一起 所以不需要 好那這裡的話 畫面還給各位這三行 應該記得起來吧 沒有很多 不過以後都會常常用到 ok 那 其他後面就是加總 加總的話你就要 你就不能用sum去直接加總 所以變成要用原來 對這邊簡易不能 簡易多一個 這簡易拿掉 ok 那這樣的話 應該是要減1 要減1 0 沒有不能減1 因為0 從0開始 那L1N就是9個嘛 所以它0到8嘛 那你減1的話變成 0到7 就少一個人 對啊 我們是 最後一個是 因為它是從0開始 對從0開始 對從0開始啊 沒有 如果你減1的話 它變成它就是0到8嘛 那它這個音就是0啊 然後L1N就是9嘛 那剛好前一個不就8了 可是0到8那樣 對啊 0到8 對啊 沒錯啊 對啊 我們就剛好9個人嘛 從0開始 0到8 剛好9個人 對啊 所以這樣寫是對的 ok 這樣寫才對的 你回去 就9個啊 L1N這個回來應該就9個 對啊 0123456789個人啊 因為它從0開始啊 主要是卡在那個0開始 不是從1開始 好 那這裡的話 因為時間的關係 今天的話 我們最後是先講到串列 還有檔案讀取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 我們還會再延伸 就是檔案讀取會稍微再複雜 因為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讀R 也可以寫W 也可以寫到後面A 另外的話呢 還有路径的問題 可能你又是你檔案在別的地方 ok 然後另外還有什麼 還有其他的多個檔的讀取 多個檔的這個合併跟分割 後面有個練習題 然後會應用這些 就跟串列 跟檔案讀取做結合啦 所以後面的話 還會再相對複雜 會慢慢慢慢增加複雜度 所以回去請各位還是多花一點時間 今天所講的練 一定要練熟 因為雖然我們今天是第三天的 不過我覺得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上課的進度 應該這樣會太快嗎 不會齁 ok好 有的人搖頭有人點頭 算了齁 然後就取個中間值 ok Balance一下 ok 好 太快行 很適合 在你